教授,大家好,我們研究的主題是水鎮誰當家,水泥水鎮對水生動物的影響 我們的研究目的,一,了解水鎮水生動物之分布現化 二,探究水泥化水鎮對漆地的影響 三,針對水鎮提出水生動物的保育方法 我們研究器材有這些 研究過程,在水鎮的部分,我們在石門水鎮下游,大溪中莊南河院附近 找到了,這裡大概有兩公里多的泥岸水鎮 然後我們在泥岸水鎮跟水泥水鎮的交接處,這裡設了一個種的採集點 在它的下游跟上游,各一百公尺左右 然後各設一個採集點,所以總共有三個採集點 那這個採集點是水泥跟泥岸水鎮的交接處 那在水生動物的部分,我們總共採集了三次 貝類的採集部分,我們用這種刮網來做採集 那魚蝦、螃蟹的部分 在小蝦還有小魚跟蝦蟹的採集方面 我們用這種八孔魚網採集 那像這種比較大的溪流魚類 我們是用垂吊的方法來做採集 我們的研究結果,我們發現泥岸水鎮 它的生態很豐富 然後水泥水鎮它的棲息力非常單調 生態並不怎麼樣的豐富 那在水生動物的分布現況方面 在小魚的採集部分 我們採到這麼多 那我們把這個數據轉換成螃蟹魚 我們可以清楚的發現 藍色的部分比較多 總共有在那個藍色是泥岸水鎮 總共採集到七種魚類 那在水泥水鎮的部分 只採集到不太多魚 然後小魚的部分 鵝漢魚是優勢魚種 就是這種鵝漢魚 採集到的數量最多 那在大型魚類的採集方面 我們採集到 我們用垂掉的方法 我們用垂掉的方法 垂掉到這麼多 那我們一樣 把它轉換成環季魚 發現 仍然是在泥岸水鎮的部分 數量跟採集都是最多的 那在水泥水鎮的部分 只採集到不太水泥 跟浮壽魚 也就是浮光魚 所以泥岸水鎮的水深動物比較高 那在下瀉的採集結果方面 在水泥水鎮的部分 都沒有採集到蝦子跟彈性 那在泥岸水鎮的部分 我們也要採集到兩種蝦子 但是數量也不是很多 那在貝類的採集部分 我們在水泥水鎮都沒有採集到連貝類 但是在泥岸水鎮跟交接觸的地方 採集到蠻多的貝類 主要是石田螺跟福壽螺 雖然我們在泥岸水鎮的部分 我們在水泥水鎮的部分 沒有採集到貝類 但是我們在它的 這個地方我們沒有採集到貝類 但是我們在水泥壁 還有那個上下有比較遠的水泥水鎮 我們發現了很多福壽螺跟石田螺 所以我們最後仍然有把它注記下去 那根據我們的研究結果 我們發現水鎮水生動物的分布現況 在泥岸的部分 我們採集到了十一種魚 兩種蝦 兩種貝類 那在水泥水鎮的部分 有兩種魚還有兩種貝類 沒有蝦蟹類 那水泥水鎮對漆地的影響部分 水泥水鎮造成回遊生物路徑的阻隔 另外水泥水鎮它造成魚類族群的縮小與區隔外 如果是在自然的河段 那水生動物它會這樣子 它會持續的像下游跟上游 做這一種雙向的族群分布 可是泥岸水鎮 現在那個水鎮水泥化之後 你看像這個泥岸水鎮 泥岸水鎮它的下游跟上游 都受到水泥的阻隔 造成那個水生動物 它只能往下游分布 它就是靠著譬如說颱風天 雨水這樣子很多的雨水沖下 像下游的分布這樣子做單向的分布 那根據我們的研究 大溪泥岸水鎮中原生的本土魚類 已經很少了 那又是魚種中的羅漢魚跟高生基魚 既為上游石門水鎮大量免放的魚種 所以很明顯它是做一個單向的分布 那從這一張圖 我們就可以看出說 泥岸水鎮造成水生動物 七型地的單調化 七結論 根據我們的研究 水鎮水泥化之後 只有琵琶鼠魚 烏波魚 烏壽魚 等生命力比較強的 外來魚種可以生存 那本土的物種 就只剩下這種石田螺 所以我們建議 水鎮它在設計上面 應該採用自然的工法 然後水路不封底 營造極流、緩流跟生潭的環境 一共深入棲息的空間 此外 我們不要任意放養 這一種外來魚種 而且水庫在放養 魚類方面 應該要兼顧本土化和多樣化 可以讓水鎮更具生物多樣性 這是我們的參考資料 謝謝